8月28日 Huntington图书馆正式启动刘方圆扩建工程 并举行奠基议事 美国联邦议员赵美新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Huntington图书馆理事会后任主席劳伦斯 圣马利诺市长黄文古 以及捐助园林扩建的中外民众代表等出席活动 Huntington的中国园 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古代园林的一个复制品 那么更重要它体现了中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建的一种精神 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在当今世界 我们在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及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所需要提倡的一种精神 也就是我们需要相互的学习 相互的交流 那么去分享彼此的一些各自的一些文化 那么我想Huntington的这个刘芳源的话 那么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体现吧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随着第二期工程的扩建 那么为这个刘芳源能够为进一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 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特别是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位于洛杉矶圣马利诺市的Huntington图书馆 因其优美的中国花园流芳源而深受美国民众喜爱 也是在美华人引以为傲的中国古典园林 随着扩建工程的动土 未来将预计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典中国花园 预计工期为18个月 扩建部分将于2020年对游客开放 施工期间该花园仍然对游客开放 中国人不仅是为了中国人而建的 而是为了文化交流而建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人能够理解中国 就是通过原理而理解中国文化 然后如果中国人 就是本地的Chinese Americans 也能够通过原理而理解中国文化 那就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Huntington图书馆的刘芳源 于2008年对外开放 2014年开始扩建 目前包括10个亭子和一个占地一英亩的 湖泊以及周围的岩石洞穴 该扩建项目计划在花园北端 增设一个展览中心 一个更大的咖啡馆和其他建筑物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